即将于7月11日登陆东方卫视梦想剧场的电视剧《保卫孙子》在上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众主演潘红和赛飞 高杨 魏巍等人细数亮相 家具围绕着孙子这一元素展开 讲述了一个十分接地气的故事 由高杨饰演的周家媳妇王婷婷顺利诞下孙子 随后爆发了一场硝烟四起的孙子保卫战 六个大人同时围着一个孩子转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争夺对孩子的控制权 爸爸妈妈侵蚀对儿子的教育权 《保卫孙子》正是当下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 这是中国家长一段痛苦的享受 其透视孙奴现象将掀起公众对当下中国式宝贝教育的深度思考 在该剧中 潘红再度献上了自己的拿手好戏 饰演一个咄咄逼人的恶婆婆 有趣的是 潘红与多年饰演自己死对头的何赛飞成了情敌关系 两人的火烟味可谓十足 在生活中 两位婆婆妈妈的黄金大道都会 从这个成长第一步开始 以及孩子跟这个收视率的高保障 就是我们生活里边 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跟赛飞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心静一下子 就是不像你去演一些什么角色 你就自己心里没有火不着电 都不知道对方给予你什么 但你跟赛飞在一起 因为我们多少年来 我们就演这种关系的戏 是